好 同學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是 第二題 第二題呢 就全部都給你文字啦 他就沒有畫這個圖形 所以老師會強烈建議同學 你一定要把他的圖形給他畫出來 甚至呢題目沒有給你的畫 同學你還是要自己把它畫出來 甚至畫在那個考卷上面 答案卷上面也可以 因為一來呢你可以很清楚的 因為我們一定是看圖 比看文字 來更舒服 而且更直接更快 所以你把它畫出來之後呢 你在算完之後在第二次檢查 效率也比較快啦 真的 這個是還蠻有幫助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垮度呢近間距是8米的減值量 然後他的量寬是40 有效深度是54 然後他拉力精配置了5根D32 還有他的這個減值量上承受的設計載重是15 所以這個15呢 你就可以直接拿來算喔 就直接拿來算 好那FCPOINT是350 所以這題稍微比較搞怪的是這個 FCPOINT是350 要小心一下齁 他的β案就是0.8 0.8 我們這個是要反射齁 好所以題目條件就都給了齁 那這題本題要問兩個齁 那第一個設計的最大減力值是多少 這個在問什麼 就是譬如說我要 設計減力精的間距 或者是號數齁 像這一題他的斷面都已經給了 所以他的VC呢 基本上就確定了 VC你就不能再調了齁 混凝土所提供的抗減強度 VC已經是確定了 所以你現在唯一可以 可以動的呢 就是他的 減力精碼 他的間距 或是你選的號數 你可以選3號或是4號 當然選4號 就比較強啊這樣子齁 好這個是強度的部分 但是呢 題目要問的是 設計值喔 你要拿出來 拿來當設計 他說穿的 這個 就是在問你 你的VU 是多少 你會拿多少的VU 他的外力呢 拿來當作設計 拿來當作設計 所以 第一小題 你要找的是 外力喔 你要找的是外力喔 那你要找外力呢 你就要去找你的 簡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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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歷圖跟彎曲圖 你要找的是你的簡歷圖 因為他就是你的外力嘛 那設計VMAXIMA呢 你並不是找兩端 不是端點兩端的最大值喔 因為本題他是簡質量嘛 那你兩邊 這邊都有所謂 都所謂你咬住的那個漢堡效應 所以呢 規範就允許你可以退一個D 這個D就是54公分嘛 去找你的VU 來當作你的設計簡歷 那我們要找的設計簡歷 一定就是找最大的設計簡歷嘛 所以就是這個喔 這個VU 拿出來設計 所以你就算出這個VU值 它就是第一題的答案 這樣子 所以第一題呢 你千萬不要去算強度喔 如果你第一題 誤會 題目要問的是 最大強度 那就完蛋嘛 你一定會衝 55VC 55VC 這個是 這個混凝土 這個斷面混凝土的 最大最多 可以提供的 抗檢強度55VC 但是不對喔 它本題是要問你設計的簡歷值 你是要挑哪一個出來 來當作設計 就是這裡 這個臨界斷面 好 那很清楚 我們要算這個目標之後 就很好算喔 因為它總共是 8米嘛 那一半就是400 所以剩下呢 就是400 減掉54 就是346公分 346公分 那題目 有跟你講說 它的WU是 5噸 除以米嘛 所以第一個 你要算 的 VU呢 黃色那個VU 要怎麼算 VU 你就可以用 WU 再去乘以 3.46米啊 這樣子 346公分 就3.46米嘛 那WU已經有給你了 所以第一題 就15 乘以3.46 就是這麼的快 好 所以你算算是51.9 這是第一小題的答案 所以你如果觀念很清楚的話 這題的計算量是超少 第一小題是超少 就15乘以3.46 就其中一個答案 好 那至於這個VU的算法 老師在正科班也有提過 你可以用這種 它的設計載重 軍部的設計載重 再去處理它爬升的距離 或者你在切 切自由體也是可以 但是 老師會建議這種 算法是比較 比較快 所以同學你看這個劣勢 就超快的 你畫出 那個簡歷圖之後 這個劣勢就很快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那第二個小題的題目要問什麼 需要配置簡歷金的範圍 簡歷金的範圍 那簡歷金的範圍 你要想到什麼 哪個地方要簡歷金 那你就要想到 什麼地方可以不用配簡歷金 所以你要想 想喔 不需要配簡歷金的條件是什麼 不需簡歷金的條件 就是二分之一的5VC 就是二分之一的5VC 當你的簡歷的外力 小於二分之一5VC 那個範圍呢 你就不用配簡歷金 好就不用配簡歷金 所以換 換句話說呢 就是除了這個二分之5VC強度 以下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 就是要配簡歷金嘛 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把 二分之一5VC先算出來 好 那二分之一5VC呢 就可以直接算喔 5VC呢 是0.75 那VC呢 就是0.53 跟號fc.bwd 這題雖然沒給公司 但是檢視一定要自己背 0.53 跟號fc.bwd 嗯 bwd 很像 好 所以你可以算出來是 8031 kgf 就是說 如果你那個斷面呢 那個斷面 量的斷面 是 小於 小於等於8031 你就不用配簡歷金 那如果你那個 簡歷值的斷面是大於 8031 你就要配 就要配簡歷金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喔 這個 簡歷圖呢 你一定可以找到有個地方啊 有個地方 它的簡歷值是多少 8.03 8.031 鈍 那另外一邊也是啦 也是 8.031 鈍 所以 這一段的範圍 就是 不用配 簡歷金嘛 因為中間的簡歷值是0啊 你確實是可以不用配啦 所以 這一段 你就不需要配簡歷金 那 剩下的 離開的這個範圍呢 就是要配 簡歷金了 所以我們就要把 8.031 鈍 它下面所對應到的距離是多少 找出來 我們就可以知道哪些範圍要 哪些地方不要 好 所以目標值是8.031 鈍 所以 你又可以用那個 VU等於 WU 去乘以L L1 那 VU呢 我的目標是 8.031 鈍 那 WU是15 鈍除以米 所以 這個L1呢 你算出來是米喔 所以L1你就可以 把它對應出來 它是 0.5354 0.5354 它是米 公尺 好 這邊應該是打錯了 那個 這0.5354是米喔 單位是公尺才對 0.5354這個是公尺喔 所以它就是幾公分 就是53.54公分嘛 53.54公分 好 那我們再來回過頭來看圖喔 看圖就是最清楚了喔 所以 這裡呢 是多少 53.54 53.54 53.54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喔 遠離這個53之後 這段347 要配簡利金 另外一邊的347呢 也要配簡利金 所以這邊呢 你就同學就可以用自己的話去描述喔 像老師 老師 老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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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這樣子寫喔 你看到第三頁下面 兩端端點 自由端 往梁中央前進 3.46 3.46 3.46 46 米 這個範圍內呢 要配簡利金 講的就是 這一段喔 橘色的 這一段呢 從自由端 往梁中央 然後前進了 3.4646 米 3.4646 米 這一段的部分呢 是要配 簡利金的 這樣子喔 所以另外這邊也是喔 要配簡利金的 那這個黃色呢 就是不用配簡利金嘛 如果你的 簡利值呢 小於 8.031 就不用 這個範圍就不用 那離開這個呢 它就變大了 就需要配簡利金了 好 所以第二題就結束了 這題 來講也是算很簡單喔 很簡單 所以算是比較簡單的 就這個分數 這題第二題呢 一定要把這個分數給它抓下來 那像這個老師記得喔 在 政科班 政科班有類似提到 那個題目有類似的喔 所以這題來講 對我們來講是喔 是 是我們有練習過的喔 是我們有算過的 是 好 不可以 是 是 比較 那 是 真 對 那 都是 在